哈囉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收看 Take a Book 我是Yuki老師 今天是我們iOS的教學 各位同學相信 對於在這個相片裡面新增相簿 一定都不陌生對不對 不過你可知道 其實在相簿裡面可以新增資料夾 所以在資料夾裡面 再可以新增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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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個資料夾喔 到底要怎麼來做呢 今天老師就要來教你喔 趕快一起來看一下吧 好的 要怎麼樣呢 在照片裡面新增檔案夾呢 在這邊 首先請大家先按照照片的部分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有好多的相簿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新增檔案夾呢 在這邊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按到這個左上方有個加號鍵對不對 那要記住要長按喔 長按之後呢 就會發現它有出現的這個新增相簿跟新增檔案夾 我們點新增檔案夾 那這邊我們就選擇一個名稱喔 譬如說我打Yuppie 1號 好 我們就按儲存 好 按儲存之後它跑到哪裡去了 其實呢 往下拉就可以看到喔 在這邊呢 有新增一個這個檔案夾 我們點進去看喔 不過呢 這個檔案夾是空白的喔 如果呢 你要在這邊再繼續分門別類的話呢 請記得按這個右上方的編輯 那你看是不是左上方又出現一個加號 沒錯 那我們再點選加號 長按之後呢 又出現了相簿跟檔案夾 那我們點檔案夾 譬如說這邊我們就會打說Yuki 2號好了 好 這樣子呢 又新增了一個就是在裡面的一個檔案夾 所以呢 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一直不斷的新增檔案夾 不過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喔 檔案夾呢 其實只是幫你分類 但是它沒有辦法幫你放照片喔 所以如果呢 你要來分類照片的話呢 請大家要記得喔 就是呢 要點選編輯 然後呢 一樣點加號 然後 你可以新增相簿 新增相簿完之後呢 譬如說你就是Yuki Yuki Key好了 好 不然就是Yuki 3好 Yuki 3 然後呢 儲存之後呢 因為要使用的是這個相簿 才可以來分類照片 好 我們點選好之後呢 點選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的話呢 這個Yuki 1號的檔案夾裡面呢 就會有照片的分類在裡面 如果呢 你要的是這個Yuki 2號的檔案夾呢 如果呢 要這個相片的話呢 你就要按新增相簿 比如說Yuki 4好了 這樣呢 你才可以選擇照片放進去 好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 在這邊呢 要讓大家知道喔 檔案夾呢 只是幫你分類而已 但是呢 如果要分類 再把相簿呢 放在裡面的話呢 就必須要來新增相簿 不過呢 在這邊還要提醒大家一點喔 就是呢 如果你的名稱喔 都取一樣的名字的話呢 其實喔 在這個相簿或檔案夾 它其實都會接受的 所以呢 要提醒大家 還是要以1234來做編碼 不然呢 這樣子 到時候也很容易找不到照片喔 好的 各位同學 你都學會了嗎 這就是今天以上的教學 影片下方有連結 可以連結到我們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優酷微博 當然還有我們 Take a look 的官網 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是Yuki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下課啦 掰掰